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她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 太太是一个乌克兰人 这种组合很常见 那么刚刚生了老二 然后我就跟她聊天的时候 就发现她原来是油漆公司的小老板 但是今天穿的制服不同 她说我的公司现在换了 现在做屋顶了 修理屋顶 意大利裔的工人很勤劳 于是我就跟她聊起来了 生意怎么样 她说在疫情之后 一切事情都改变了 令我很惊讶 她说现在我们修屋顶 其中一样的材料 有时候一等就要等三个月 一件材料等三个月 那屋顶生意怎么做啊 你可以想象了 这个对话让我想起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从这里延伸出一节很重要的经文 什么现象呢 那就是其实现在世界其实成为一个地球村了 对吗 这个地方有疫情 其实也影响了其他的地方 那这个美国当然也是受影响的地球村的一个成员 假如是这样看的话 难怪我们不能够只看见自己这个地方 也要看看全世界 这个叫做世界观 对吗 那我想起一节经文 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那边说 个人不能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对吗 因为个人自己和别人 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 都是一个村子的人 假如我们都是神国的百姓 一个村子的人 当然要彼此相顾嘛 那从这个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也印证了 我们必须彼此相顾 在教会里面 让我们更多彼此相顾 我知道在这个疫情里面 弟兄姐妹有的真的是 在艰苦的日子中度过的 教会也在思考 我们应该怎么样 有办法 有系统的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让我们落实这一节圣经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对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胸怀 这样一个圣经的世界观 也是要从儿童还小的时候就栽培 那我们的孩子五岁半就跟着我们离开了台湾 从此呢 就真的是 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 或者是说 那个云游四方 他大学的时候 大学三年级就自己存了钱 申请的学校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游学 就是交换学生一年 在那一年当中呢 他就去旅行 观摩了欧洲七国 所以他从小到大 五岁跟我们到新加坡 之后九岁到美国 然后呢 十八岁 十九岁 就到了英国 然后在欧洲七国 所以加起来他一生去过的国家 超过十个国家 那所以他呢 就是去之前都有做作业 我们也是不放心 一个人背着背包 就到处去 他都把他的行程 要参观的地方路线 要住哪里 坐什么火车 他都写好 每一天早上就跟我们说 爸妈我要出发了 今天要到卢森堡 明天要到那个比利时 后天到德国 都排好了 然后呢 到哪里拜访什么人 然后他去看什么 照相回来 然后他就是增加了 他自己的见闻 可是同时也增长了 他自己的视野 所以他跟着我们 五岁半到新加坡 那他一生就读国际关系 从大学读到博士 所以这个世界观是会影响 我们做父母的 可以带领孩子 这不是说去玩一玩度假 而是要真的有新的安排 让他们能够去真的认识一个国家 一个文化 要增广他的世界观 当然不一定 要现在资讯发达 不一定要亲自去了 现在很有系统的去认识另外一个文化 在网上有很多资料 其实都可以随手可得 所以求主带领我们 不只是单顾自己的事 也让我们的心胸打开 也顾别人的事 这是神的心意 今天晚上我们就为这件事祷告 好吗 让我们的心随着神的风向标 跟着神的手指 指向我们应该关怀的对象 求主带领 我们一起祷告 请师母带我们祷告 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可以同心聚集在这里 我们再一次来想到 你所创造的万族万民 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五大洲 这么大的一个天地 我们真的需要学耶稣基督一样 胸怀普世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与人交往当中 也让我们在教养 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 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不是只顾自己一个人 一家人 一个教会 一个国家的事情 而是关怀普世 主啊 我们求你继续的看顾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祷告 主啊 我们不但为自己的平安祷告 为我们能够得到充足的疫苗 能够把这个疫情压下来 我们更是求主你恩待世界各国 我们知道Delta Plus 已经开始在以色列很快的蔓延了 虽然他们都打了疫苗 主啊 我们求主 师恩怜悯世人 在这个疫情之下 这么长的时间 一年多 真的大家在这个疫情之下 受苦 喘息 甚至超过人所能忍受的 主啊 求主你在我们快忍受不住的时候 主啊 求你为我们全人类开一个出路 主啊 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平安 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 我们也纪念到正在受苦中的 世界各国其他的人民 主啊 主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常常想到 他们的需要 为他们在你面前守望 感谢主 求主借着这个病毒 让世人更加的回头仰望耶稣基督 能够在危急的时候 回头仰望 救得救赎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愿主赐给各位一个美好的睡眠 补说一下 因为有人在猜 昨天那个卵颅是什么 大部分都猜对 不对的 虽不重 亦不原意 大家真有眼光 真有见地 那么其中呢 在这个来往的讨论之中 有人就说 这个是不是圣诞老人爬进来的地方 不是啊 那样我们就要说 亲爱的我把圣诞老人变小了 那个通风道太小了 一个人是爬不进去 不过我要给大家看看 圣诞老人非常可能爬进来的 真正的火炉 就是火炉 请看 大家好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型的一个壁炉 那你看跟我一样高 然后呢 这个宽 这个有一个大的开口 这么大 然后它直通到屋顶 两楼高 所以呢 如果真的 那个圣诞老公公呢 背着一大堆礼物 应该是从屋顶上那个开口 然后就掉下来到这里 从这里出来的 都没有关系 已经成熟了 很快 所以 咱来